尤其不可思议的 这个宋仪里头 其他的没有 面色圆满 宝茶壮严 他有这一句 光中显茶了 茶里头显佛 在佛光里面 能够见到 释放诸佛的茶土 这个太稀有了 这个境界 这境界华颜境界 所以古人说 这个境称之为中本华颜 他有道理 这话不是随便讲的 那我们就想 想象到 极乐世界的殊胜 也能够启发我们 让我们 神信 法约 求生净土 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一生当中 必定 圆满 菩提 你能证得 究竟的福 无上不解 这个法门 人人有份 无论什么样更新 真肯修 肯兴肯修 这个人 就不是凡人 不要看他现在 好像是没有文化了 不认识字 阿公阿婆 人家过去身中 善根深厚 否则 他一听 一看 他为什么就相信 为什么 许许多多人 独对不经 还半信半信 这不认识字 没念过经 你就教他念阿弥陀 他就相信 奇怪了 其实 你要是 深入金藏 你就晓得 不奇怪 过去身中 阿赖耶诗里头 有根 有佛法 深厚的种子 与金钟相应 才会有这个现象 他一生当中 决定成就